中國河北溢縣歷史中悲壯的溢水湖 增化的清溪林 河北保地溢縣有溢水湖景區 這座湖其實是截斷溢水河形成的水庫 歷史上荆轲赤秦王 就是從這溢水河畔說起 宋別吟唱 風消消息溢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返 這溢水流名史冊 千年後的今天成為溢水湖 江山一改 荆轲赤秦王卻永遠留名 這是溢水湖的金龜碼頭 乘遊船往小桂林山登山步道 湖的南側是狼崖山 西側是海拔1283公尺的五峰寨 東側為九龍山 溢水湖所住這上游的集水區 成為水庫面積27平方公里 水深48.5公尺 水質優良 魚蝦水產豐富 景色優美 與廣西桂林離江風光不相上下 由北方小桂林之稱 現在指使小桂林山碼頭 這是小桂林山隱約看到登山步道 沿步道上登 山下有意圓形八卦圖案的平台 高處觀賞湖之景 懸岩峭壁藤蔓倒卦 湖水在翠山中如一面鏡子 湖暗的村落 勾畫出桂林山水南國風光 留下家具 期間到此度國舊 南湖山水小桂林 遇之此處風景美 河壁千里下江南 溢水湖的山山水水也能感受到類似 煙雨濛濛的江南湖景 乘坐小舟蕩漾湖中 卻有杭州西湖之情 具有盆景架式的岩上豎景 稱為為我獨尊 另一拐角出現一顆同樣的盆景岩 被稱為無為平岩 沿著山壁修成的蜿蜒戰道 平緩地往上爬升 這古神洞是一天然的洞穴 看來是岩石崩塌 再加上人工修飾而成 這古神洞呈現岩石崩塌地貌 眼下這一段戰道 岩山寺內崩 水平岩城直立於湖面 美而驚險震撼了視覺感 步步登高 從古神洞回頭觀賞 站到從遠處的湖面 像一條龍附在直立的岩壁上 蜿蜒上燈數公里 非常壯觀 這個岩石被稱為長生九世岩 這岩石酷是一隻烏龜 探頭搖望對面的養生島 它嚮往將有限的生命 融合於永恆的宇宙 因此從老死道德心中取名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視為根深故底 長生九世之道 沿著戰道繼續往上登 遠處湖井朦朧中 戰道的凹口 呈現兩根石柱 被稱之為晴天石柱 或同出門年 當地人將這溢水湖稱之為安格莊水庫 安格莊村 是一座湖邊的小村莊 村民們先正大力推動 溢水湖區觀光產業 湖邊遼闊 山卵與湖水相互輝映 前面約還有兩公里的路程 到達戰道的終點站平台 到達戰道的終點站平台 當地人說雨季時 這人工凿塵的凹壁 形成大面積的水簾洞 一路往上美景進南 一路往上美景進南 都變成幡 在用到排水準 方向我們隱子 之間聯繫 往上美景尼 出馬 直立的岩壁上的岩块 向一位坐坐的人观赏湖景 得名观水岩 前面到达终点的平台 立即沿路返回 下一站前往青西林 青西林是清代皇室的林木古建筑群 面积达800平方公里 是华北最大的人工栽培的古松树群 位于溢水河畔 永林山下 林寝内外众有古松树 达一万五千株 青松幼伯二十一万株 十四座林寝坐落于松林之中 眼下这座太林是雍正皇帝的林寝 这十条路是马道 这八百平方公里的墓园 除了雍正皇帝的林寝 除了雍正皇帝的林寝外 大殿 大殿前两边的石龙 这里所放置的都是雍正帝的遗物 大殿后面就算是雍正皇帝的林寝 是雍正帝的林寝明楼 雍正帝的地宫所在 经过玄关门 看到明楼前的五共石 这就是雍正皇帝的林寝 明楼的石碑 上朝牌眼 这些牌眼的清代时上朝的列队 是表演给游客观赏的 回味着清代的盛世 但这多已成为过眼烟云 谢谢观赏